同學,我們上課了 下星期 下星期二有個會做問卷調查 所以我會推大概 他們說45分鐘會來 就10點45的時候 所以我下星期可能 第一節課會早一點停 我們講這一張 這一張的最後一節 你們書上是說 最簡單的 分子 其實你知道這不是分子,這是離子 這是有理的輕分子 輕分子,然後有理 跑掉一個電子 所以 原先輕分子 有兩個電子 對不對,它有理以後剩下 剩下一個電子,我們是要講這個系統 我們的系統是這樣子 我這邊有兩個原子核 然後我這邊有個電子在這裡 那電子的位置呢 我們把座標原點 我們把座標原點設在 設在兩個原子核的正中間 我們做為座標原點 我們在算這個問題 就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在前面講的 都是只有一個原子核 我們知道一個原子核 那我們現在變成有兩個原子核 所以我們在算這個問題的時候 兩個原子核的運動 我們當然要算進去 但我們在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通常用這個方法 第一個我們用的方法叫 我們第一步 我們先怎麼樣 我們用這個近視法 我們叫做 它的近視法 也有叫做 絕熱近視法 那我們看看這是什麼意思 這近視法是這樣用 因為電子的質量 這電子質量對不對 電子質量我把它寫下來 是9.1 使得-31KG 就是公斤 那直死的資料 直的資料 你可以查它的物理手冊 查物理手冊是1.67乘上-27KG 所以這兩個底 差不多使得-3 -3左右 這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告訴我們電子的質量非常輕 相對原子核質量非常輕 所以電子在做運動的時候 原子核我們把它近視的當作什麼 當作近視不動 對電子來說 對電子的運動來說 原子核可近視的當作怎麼樣 當作近視不動 這叫open high 或者叫adiabetic 它的近視法 所以我們可以先不考慮原子核 我們先不考慮原子核的運動 所以我們先來海明天核是這樣子 這是p平方 電子的動量平方 除以2m 然後再減掉 所以我們海明天核就是電子的動能 這是 這邊有兩個原子核 這兩個原子核 電子所看到兩個原子核的微能 然後最後一項是原子核跟原子核之內排斥微能 那r是因為兩個原子核的距離是r 所以1平方3r 那我們現在不要解的就是 我們現在不要解的是 pore凡數跟怎麼樣 i跟v2跟pore凡數 然後因為這些量 這些量跟r有關 所以我這邊加上r的凡數 我們解這個問題 我們用編分法 我們叫分子軌道 我們用分子軌道的方法 我們用分子軌道 所以分子軌道就是說 一個電子 就是一個電子的軌道 那因為現在有兩個原子核 所以我們特別把它稱作分子軌道 因為它兩個原子核是算一個分子 我們叫分子軌道 分子軌道是由個別原子的軌道組成的 那我們可以組成一個加的一個減的 py1是左邊第一個原子核 第一個原子核的對應的pore凡數 py2是第二個原子核的 第二個原子核的pore凡數的減 我再講一次 我們這種選法 我們這種選法是這樣 對這個原子核來說 它有它的pore凡數 第二個原子核也有它 也有它的pore凡數 所以那邊的py1跟py2叫做第一個原子的pore凡數 第一個原子的pore凡數 這是第二個原子的pore凡數 其中一個是相加的 一個是相減的 一個是相減的 然後這個e跟o 所以e跟o 我是照你們書上的用符號 意思代表even 其實e就是這個加號的意思 o是這個減號 或者你講ard ard是基數的 就是你改變改變的話 常常插一個符號的 所以一個是even的 一個是ard 反正你記得 e的話就是相加的 o的話就是相減的 我想你們可以猜出來 c plus c minor是什麼意思 c plus c minor是什麼意思 應該知道吧 就是規劃系數 就規劃系數 這兩個是規劃系數 這兩個是規劃系數 那底下我們把 我們把這兩個pore凡數寫出來 這是那個y 你們看我這邊用的r1跟r2 這邊有r1這邊有r2對不對 這是以怎麼樣 這個是以這個做中心的 位置向量 r2是以第二個原子做中心的 這一個 那個位置向量 r1 r1是這一段距離 以這個做中心的 r2是這裡到這裡 以第二個原子做中心的 這樣z意思齁 所以r1 r1是r1等於 我寫錯譚аздvi 我寫錯譚 所以說我把它對調好 我照我筆記的 我筆記的話這邊是二這邊是一 然後這個r是這個項量 所以這個坐標是負的 這邊的坐標是二分之一r 這個坐標是負的二分之一r 所以我這邊也是對調過來 這樣的話才用我這邊的 我這邊所寫的 清楚了沒有 那我們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沒有把規劃係數 把規劃係數把它算出來 所以我們就得到 這應該知道怎麼來的 就是這兩項來的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所以這邊有正負號 那你們知道這邊有四項對不對 一項是five one的star 什麼five one 那這個積分是等於1 然後這個跟這個成績的積分是等於1 所以兩項加起來變2 那剩下是交錯的項 那這個呢是他的公務負數 這是他的公務負數 所以我們可以選什麼 我們可以選成兩倍的 然後其他兩個公務負數相加 是他兩倍的實數部分 然後我們把這個減寫了 我們把這個積分 我們把它減寫就得到這樣子 然後sr這個 那這個積分有一個名稱 這個積分有一個叫做怎麼樣 這重疊重疊的積分 overleaf 我們叫重疊積分 也就是兩個擴函數 他的重疊部分 那這個重疊積分 我們可以算出來 這重疊積分 你把擴函數帶進去 你可以積分出來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要把那個 你把這個 把這個當作try function 然後你算出來的那個 1 能量 把能量是等於這 那這個我們把那個hametonia 把它帶進去 我們可以得到 Hermet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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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對不對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呢 就是等於C 這部 然後 那這一部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們看 這邊有兩項 這邊有兩項 對不對 其中有一項是這個 其中有這 有這麼一項 H1在這裡 你知道這等於多少 對 就輕原子的什麼 輕原子的最低能接 所以是1萬 這等於多少 負的13.6EV 對不對 那這個常數 這個常數就不用積分了 對 這個常數你就把它提出來 然後剩下是 破換數的積分而已 好 那我們把最後 我就不想去倒了 齁 我把最後那個結果寫下來 好 這是 我們在這邊 我們這邊有 Fy1跟Fy1的積分 還有 Fy1跟Fy2交錯的積分 另外還有Fy2跟Fy2 Fy2跟Fy2的 Fy2跟Fy2 你從對稱性知道 Fy2跟Fy2等於什麼 跟Fy1跟Fy1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把這所有 齁 我們最後得到的圖是這樣子 對 我們把那個函數帶進去齁 你會畫那個去線圖是這樣子 齁 你把那個1齁 把能量 我們不是 這邊不是有兩個嗎齁 一個是1的齁 一個是O的對不對 齁 你把1的帶進去 O的帶進去 你把它畫圖 畫圖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結果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兩種狀態 一個是Even的 一個是R的 這是兩個破案是相加的 上面是兩個破案是相減的 那這兩個結論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數學算出來的結果 那我們要把這個結合用物理衣 把它把物理衣講出來 那我現在我們來講 這個圖是什麼物理衣 我們看底下這個圖什麼物理衣 往這邊是兩個 隔了很開的時候 就相離開的時候 這表示結合的嘛 這表示結合的嘛 蛤 它的兩個 讓它怎麼樣 讓兩個原子結合在一起 兩個原子的結合在一起 兩個原子的結合在一起 那結合的平均 平均距離是多少 對 就是最低點 對 就是最低點 Equival 就是平衡點 Eq 就是平衡距離 也就是最穩定的距離 也就是電子 電子 電子如果佔這個軌道的話 這個電子的 如果佔這個軌道的話 它會讓兩個原子核怎麼樣 保持一個平均 保持一個平衡距離 它如果上面這個呢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它希望它會 如果這個電子是佔上面這個軌道的話 是讓兩個原子核怎麼樣 讓兩個原子核分開的 所以它是分離的 就是它反結合的 反結合就是讓兩個原子核分開的 我再講一次 如果電子是佔有這個軌道的話 是讓兩個原子核怎麼樣 靠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平均距離 有一個平衡距離 如果是佔有這個軌道的話 是讓兩個原子核怎麼樣 讓它分離的 所以叫Antibunding Antibunding就是讓它離開的意思 你從這個結果可以得到 除了知道平衡距離以外 你還可以知道一個非常 非常重要的訊息 我們通常 我們這個方法不是 是用瘋或噴嗨母那個靜視法嗎 對不對 那靜視法我們得到這個能量 我們可以把這個能量 就這條曲線 看作是怎麼樣 兩個原子核之間的位能 所以我們如果要知道兩個原子核 它怎麼樣運動的話 就要由這條曲線來定了 那我們在講檢學運動的時候 我們在講檢學運動的時候 我告訴你說 是不是一定會彈簧 不是 所以從這曲線圖告訴我們 這兩個氫原子核 對不起 這兩個氫的原子核 它會做震動 它會做震動 震動頻率是多少 從這圖 從這圖 我們可以知道 這兩個氫原子核 兩個氫原子核的震動頻率 這震動頻率怎麼求 就是你把這個當作是位能 當作是兩個原子核 兩個原子核相對運動的位能 那震動頻率決定是什麼 這那麼便宜 我們一個等於什麼 K沒有錯 那分子呢 分子是μ 是reduce mass 分子是reduce mass 然後上面是K K是什麼 立場數 立場數跟這邊是從什麼關係 立場數跟這個土有什麼關係的 也就是說從這個土 從這個土 你可以得到立場數 那我問你說說 這個土的什麼 什麼量 就是立場數 微分一次 微分一次是零 微分一次是零 微分一次是誰率 誰率是零 對 微分兩 微分兩次是什麼 它的趨率 所以K等多少 我寫在這邊 K 能量相對最低點的能量 這是最低點嘛 最低點的能量 能量相對最低點的能量 的兩處微分 對R的兩處微分 就是就K 就立場數 你們知道這是req req這個 最低點的能量 就這一點能量 那相對這一點能量 那相對這一點能量 的差 然後取兩次微分 對R的兩次微分 然後這取哪裡的兩次微分 在平衡距離的 在平衡距離的兩次微分 也就是趨率 就是立場數 那從這邊 那從這邊 所以從這個 所以從這個計算 從這些計算 結果你可以得到R的函數 對不對 那你把這函數 得到這 這能量吧 把這能量相對R的 做兩次微分 你就可以得到立場數 從立場數 你就可以知道 他這對原則的震動能 震動能跟怎麼樣 跟震動頻率 OK 這樣會了嗎 那我們這一張 我就講到這裡 然後給你們洗一題 你們洗一題之後 第一題跟第五題 第一題跟第五題 我就不洗了 你們記下來 就十一題 第一題跟第五題